妄蛇 妄蛇 妄蛇里面的三点 要注意蛇整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 第一个 妄蛇的体位 和生蛇的姿态 那道理啊 妄蛇 应该说比较很容易 你把蛇头伸出来 那医生看一看 面向光亮的地方 有光的地方 但是有的人就不会生蛇子 不会生蛇子 有的人害羞 寒在口里面生不出来 或者他一下就生了 很长很长 不知道他 是怎么生蛇子 有的人他要生不生 寒在口里面不生出来 那怎么忘得着呢 要注意整蛇的方法 或生蛇的姿势 这应该说是一个正常 就是你不要生的太长了 是不是 也不要把这个蛇子 生一点点 跟医生来看 那也看不清楚 那么应该是怎么样 你生呢 就是说姿势 就是医生应该 高于病人 那病人要站起很高 你在下面往蛇底 还差不多了 是不是 高于 患者可以坐胃 也可以两额位 是吧 自然的光线 面向光线 自然的生蛇 色面平展 色面 你要色面要打平 你不要把蛇子 尖起来 它有的生出来 生一点很尖尖的 生在外面 是不是 把蛇子都变成尖的了 你要告诉他有蛇的有的那病人 你告诉他 你蛇子不要尖 他老是尖多 嗯 他老是尖在那里 是不是 国语用劲 用力也不好 不能生蛇的国酒 你看这个蛇子生的 就是说 不正常这个姿态 而中间凹进去了 生出来 变成这么个样子了 这都是一种不正常的 生蛇的姿态 第二个方面 诊蛇的方法 你怎么去诊蛇 当然我们诊蛇就是用眼睛去看 这眼睛看了 当然神兽很快应该看得到 如果要注意望蛇子的话 你注意这个训续 一般是先看蛇子 再看蛇胎 思想一看就是我们都看了 是不是 医生很有经验了 一看蛇子蛇胎都看到了 但应该说你首先特别是把蛇子要看清楚 先看蛇子后看蛇胎 从蛇间到蛇中 然后到蛇边蛇根 这么一个训续 来看 这是一般的训续 实际上 那个病人来了 我们告诉学生也不会叫他 首先同学们大家都看蛇子 现在开始看蛇胎 请大家看蛇间 然后看蛇中 看蛇边也不会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大体的兴趣是这样看的 为什么要这样你看 为什么要这样你都看 这个因为蛇子 它是靠学医运行 反应明显 如果生久了以后 它可能就牙迫蛇子就变蛇了 蛇胎是生长在上面的草 不会因为久一点它就变改变 所以观蛇子的时候 望蛇子要看蛇子的颜蛇 光蛇形体动态 神蛇形态 要看它的神蛇形态 神这里没有其神 实际上是有观神的 它能不能够自由的运动 这就有神 上面有没有光蛇 这就反映了蛇神的问题 插蛇胎要看它是有根无根 有还是无 什么颜蛇厚还是薄 昏布的情况等等 看蛇要熏手敏捷 全面准确 如果一次没有看好 你不要脑它伸作 这个同学跑来看一下 我也跑来看一下 一个病人他伸谁伸了三五分钟 脑子伸在那个地方 病人也吃亏了 伸吃亏了 实际上设置也变颜色了 如果有一批同学来看实习 甚至这个舌箱很典型 大家都想看一看 你不要老是让它伸作 你跟它休息两分钟以后 再请你伸舌头看一看 要注意这样 除了观察色上面以外 还主要观察色底力 色下筋膜 一种特序力叫做闷膜开刮 闷膜开刮 就是除了用眼睛看以外 它要用手 用到手 用手啊 或者当然不一定是手 也可能是用一个压舌板 刮一刮 或者是一个棉签 棉签 来检别色态有根无根 是不是舌子上面有眼胎 或者有其他的杂物在上面 那你刮一刮就知道了 刮一刮就知道了 有几种方法 用刮舌的方法 刮舌的方法 就是用消斗的压舌板边缘 这个压舌板呢 我们在门子那都都有的 都背得有的 这个压舌板的边缘 始终的刮一刮 力量也不是用很大力量刮一刮 从舌面向舌尖刮这么三五十 如果刮了以后不取 或者是刮了以后 舌苔刮掉了 那还留有痕迹 那多半是你有食邪 如果一刮了以后 马上舌苔就刮的没有了 完全就变成舌子了 舌苔一下就刮的没有了 多半是虚正 这种舌苔是没有根的舌苔 刮舌的方法 刮舌的方法 用一个压舌板 从这个根部 向前面刮这么几下 刮一刮 看那个舌苔是不是刮得掉 如果是上面有什么残渣 食物的残渣呀 什么东西 一刮它也刮掉了 舌苔无根的时候 一刮它也刮掉了 所以刮了以后刮不掉 或者刮了以后 还仍然有舌苔在上面的 那多半是虚正 如果一刮就掉了 没有根 那多半是虚正 围棋已经结了一种表现 开舌的方法 除了刮以外 闷就是用手去摸一摸 它干不干糟 摸上去舌子上面 哎呀感到很干糟 没有一点水分 那就是闷嘛 刮舌是用消毒的纱布 转着食指 应该食指 这主要款是医生讲究了 怕病人口里面不卫生 或者医生的手不卫生 用个纱布包着去刮一刮 浇上一点清洁的水 去抹这么几次 开这么几次 除了刮舌或开舌以外 还可以问 问什么呢 舌子的感觉怎么样 这当然受于问诊的问题 不受有忘诊的问题 虽然刚才的刮舌或开舌 那应该受于暗诊的问题 并不是忘诊的问题 刮不刮得掉 是不是也结合了忘诊 问诊可以问病人 胃脚怎么样 舌体有没有疼痛啊 麻木啊 稍缩的感觉啊 舌子讲运动 是不是很灵活啊 这都可以结合起来 所以舌子不等于单寻之旺 还要结合问 还要结合案 这些来进行诊查 这是舌子的内容上啊 第二点要注意的 第三个 诊舌体注意事项 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一个要注意光线 这个很自然 光线主要又是注意什么问题呢 这个光线对舌胎啊 有一定的影响 使舌胎改变颜色 光线一强 一次一样去 黄胎都变成白胎了 如果用一种远舌辣的 在这个有舌玻璃下面一看 蓝色的玻璃下面 我们经常有的房子 现在装着装饰的 用蓝色的 你那个整舌里面 有个装饰的蓝色的玻璃 你一看 那个舌子可能就变得暗一些 这主要是 这个注意光线的影响 注意光线的影响 光线可能对舌子本身有影响 如果没有电灯 农村里面 那种煤油灯 昏暗的情况之下 那个舌子可能都变成一种灰暗了 红的都不红了 变成紫啊 蓝了 这都可能 因此要注意光线的影响 第二个 隐私物或有物的影响 刚才是不是喝了水 吃了东西 吃了什么药物没有 这是很常见的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你们说 刚刚进尸以后 刚吃完饭 一往舌子 因为吃饭的时候 舌子运动 在这运动 一运动摩擦 把这个舌胎 它就会变薄一些 变薄一些 刚喝完水 肯定舌子是要运滑一些 吃了新辣的食物 吃了这口里面 拿的不得了 你们百方人到湖南来 吃了个辣椒以后 我看舌子都会要偏红一些 要充血 舌子充血 会偏红一些 这个吃了橘子 我们南方的橘子很多 那个橘子偏黄色 你吃了以后再看舌子 哎呦 你这色彩怎么变黄了 色彩黄了 吃了荷黄瘦 变黄 如果吃花生米啊什么的 那是蝉渣 黄豆 绝黄豆 搞个黄豆的口里吃一次 花生米 吃了以后 那个蝉渣都对积在色上面 那可能像色上面 可能就变成一种苦啊 厚啊 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要有余异 吃了回厚的食物 油腻 那色彩可能要利一些 要注意啊 要注意这种变化 还有的用 药物 用了药物以后 那抗震瘦 长期的抗震瘦的使用 移植了它 迷顿的生长 霉顿生长 可以出现这种霉核胎 霉胎 吸烟的人 脑袋的你吸烟 吸烟吸的很多 这口里面哪烟呢 那个温度 不知道有多少口 脑袋里面熏着 这色子 可能色彩也要变黑 变火一些 这都和影视啊 这些东西有关 要注意这种假象 它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来的 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 像这一个 这个黄蛇 并不是病人的黄 那个上面记载啊 是吃了荷黄兽 吃了药物 有一种药物啊 荷黄兽 那个药物本身就黄的 黄原兽 利特零 什么这些药物吃了以后 如果到蛇子上 停留的时间比较久 就变成 这个颜色 是这个 冰朗咖啡 咖啡是不是会变黑一点啊 这个色彩 可能像这些饮食 都会引起 都会引起 色彩 甚至色质的变化 软胎啊 这里面讲到 已经讲了好多 是不是 喝牛奶以后 这个牛奶那个奶瓣 停在蛇子上 没有及时的 引下这个膜 它附在蛇子上面 那不是一层白虎胎 白腻胎吗 豆 豆浆啊 这些东西啊 就可以引起来 食物的残渣 药物的 蚌的 齐烟等等 都可以是 色质变颜色 色胎变颜色 甚至色质变颜色 这个 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一方面要 问他 一般的情况下 病人可能 不会存在这个情况 如果还有 这个病人呢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个色胎啊 色质啊 那你要注意问一问 看他 你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没有 吃了什么东西没有 吃了什么药物没有 是吧 主要询问一下 吃了不行 还可以用前面讲到的 开舌和刮舌的方法 来加以间别 第三个 口腔因素 对舌子的影响 口腔因素 比如说牙齿残垂 香牙 那这个牙齿残垂 这个舌子啊 上面铺一边牙齿 推那几个牙齿 那个舌子一脑放在那个地方 那边上就形成一个牙的痕迹啊 舌子就出现 呃 此恨 呃 这个脏口呼吸的人 呃 呼吸困难 或者是喜欢脏口呼吸 那舌子一定会厚一些 干操一些 对于这些问题 这是 妄舌应该具体方法 第四个 舌子的内容和正常舌相 舌子的内容和正常舌相 舌子的内容 要观察 两个方面 一个是设计 本体 对这个设计这个肉体 整个这个舌子 我们 习惯称为舌子 呃 实际上是先看设设计这个肉体 呃 这个肌肉组织 肌性器官 一个方面是看设计的胎 舌上面长进那个胎一样的物质 看舌胎 看舌体的时候要注意 神 舌 形 太四个方面 我们 我们望神 望船 望船 就是望神色形态 望这个局部的时候 仍然是要望神色形态 神色形态 来反映脏虎的虚实 气血的肾血 这是笼统而说啊 脏虎气血 那么阴阳是不是平衡可不可以啊 阴阳肾血可不可以反映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反映脏虎气血 阴阳肾血 你看不到 舌胎怎么运动看不到 舌胎就主要是看胎质或胎死 胎质就看他的胎型厚啊脖啊肝啊实啊 这些方面 那么舌胎或舌体相对来说 舌胎主要是反映冰位的浅身 冰邪的性质 就是有邪气的时候 他在舌外邪在舌胎上 反映的明显一些 正气体内的情况 在舌胎上面反映的明显一些 真的说相对来说有这么个区别 也不能说舌胎就不能反映邪气 舌胎就一定不能反映正气 那不一定 舌胎不生长 那就正气不周吧 舌胎生红 江舌很红 那也可能是因为血热啊 热血啊 所以他不是结感区分的 相对来说 舌胎 偏重于邪气的性质 舌质偏重于丈夫齐学的情况 还有一个概念 舌降舌整 这两个概念 舌降 是讲的 舌脂 舌胎的综合形象 就是客观上 他表现为一个什么样子 舌胎是什么样子 舌脂是什么样子 客观上的一种表现 那么舌疹 我们讲的舌疹呢 是医生的一种观察 对这个客观实物的一种观察 观察了以后了解病情 任何人都有舌相 健康人也有健康人的舌相啊 他有他的样子啊 就像我们人一样的 不管你看他没看他 我们人总有 人有个人像 坐有个坐像 站有个站像 舌子他自然 他本身有一个像在那里 舌疹 周围疹的那就是医生 有无地去观察舌疹以后 了解病情的一种方法 这两个许语啊 这个名词上有这样点区别啊 正常的舌疹是什么样子 正常的舌相 这个舌相 舌疹显得比较嫩 是不是啊 颜色淡红 色胎薄白 色胎薄白 颜色淡红 仔细看这边上有一点齿音的 这色边很薄啊 色边很薄 大体来说还是正常的舌相 也可能有一点毛病 他如果说 你看边上有一点齿音啊 有一点这个色边很薄啊 也可能齐学不是很重 可能齐学不重 大体来说是正常的 淡红薄白 那么正常舌相是什么样子呢 从他的神舌形态方面 考察的话 色体柔软凌活 一个是运动 看他的色态 柔软的 能够凌活 舌只可以 在口里面啊 自由的运动 是运动 这是一个话 第二个 大小失踪 那个大小失踪 实际上也有大舌头 生病的时候也有舌子 大一些 舌子小一些 大小失踪 怎么样大小失踪啊 国下来称一称 几斤几两啊 才是失踪啊 大体看一看 不是很大 也不是显得很小 就像我们人一看这人的过子 我们快撑一下 站上去 多少斤 胖瘦 一看知道 那么色子大或小 看上去 真的说 失踪 没有办法 具体说多大多厚 多寒 有有多少个壳 才叫做射体 就是正常射体 没有这个固定说法 一看一看就跟他这色子 显得不大又不小 射体失踪 淡红民运 颜舌子淡红的 有光彻民运的 这是舌的吧 抬了吧 体了吧 体大小 体型 他的动态 灵敏 这是颜舌舌 这是看舌子 重点这三点 重点这三方面 神舌形态 神实际上运动灵活 这个 红运光彻 就是有神的表现 是吧 民运光彻 淡红 民运有光彻 又舌子运动灵活 当然是有神 所以实际上这里面 就包括了 神 舌 形 大小 胎 包括了神 神形态 望舌胎 我们讲主要是望胎子 或胎舌 胎 薄厚 舌太薄白 均匀 薄薄的一层胎 均匀的分布 当然均匀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摄边上 摄肩肯定要少一些 为什么 摄边 摄肩 口香运动 经常摩擦 它就 擦掉 擦掉了 而射中间摩擦的机会少一些 因此 射中间稍微厚一点 薄白的 失踪 并且它一直是干实实踪 不很干操 也不很实 这不仅是射太干实实踪 射体也是干实实踪 这样的 实际上 讲起来几句话 一句话 两句话 三句话 四句话 五句话 要学生回答 什么样的 舌子 是正常摄像 真的一个完整的回答 是要这五句话 但还有些很多的描述 我们在编教材 大家琢磨一下 到底用哪几句话 就能开挂 舌子是一种正常的摄像 用哪几句话 最后开挂下来 大家多数同意的是这几句话 五句话 这五句话太难记了 太多了 是不是 我们就简称 淡红蛇薄白胎 之前只讲了一个 摄蛇是红的 淡红色的 摄胎是薄白的 那就没有讲它里面干草还是云滑 没有讲它运动零和不零和 没有讲到射体的大和小 最主要的 我们抓住的是 淡红色薄白胎 实际上里面就是神啊 台啊 行啊 直啊 都要观察到 简称淡红色薄白胎 严格的说淡红色薄白胎 它没有包括正常摄像的整个内容 正常摄像应该是前面讲了五句话 五句话 这个 为什么是淡红色 是不是 过去的解释就认为 因为射体是一个肌肉器官 肌肉器官肌肉是个什么颜色 是红色的 我们 杀猪啊 去买肉啊 看到那个瘦肉 那都是带红色的 那个射体表面有一次粘膜 覆盖在上面 这个粘膜是什么颜色呢 偏白色 终于按照五行来说 是 灰受精 粘膜皮肤受于灰 粘膜皮肤的颜色应该白 那么 心受火是红 色为心之苗 舌体应该内部有很多血液是红色 那么 回 心火藏于回内 就是说这个奇血藏于粘膜的里面 因此 就现了一种淡红色 既不是白色 也不是红色 就变成一个淡红色 就是白里面透红 这是古人是这样的来解释的 这样的解释 那么这种正常的摄像 说明他的奇血 阴阳 脏虎功能是正常的 这上面又有一种胎 这是维气能够增化 维中维气上潮 增化食物 维中腐术的这些东西往上潮 就像我们这个 排气管啊什么的 都有一个上面有个口子 那么这个维这个食物 像一个锅子在里面 腐收啊 在消化食物 经个食管 冒上来 熏在舌子上就形成了 那也说明维气的摄影圈 维里面是不是有熟食啊 邪气啊 因此他可以反映这些情况 正常的摄像是这个摄像 说明围气旺盛 奇血精英聪明 脏腑功能正常 淡红蛇薄白胎 这五对话 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个 摄像的生理变异 去哪前面讲到的影视 可以影响到 摄像的变化 摄像的变化 光线可以影响我们的视觉 影响我们医生 去观察以外 摄像它可因为年龄 体质 情别 气候等等 发生一些变化 老年人的摄像肯定显得老一些 小孩子的摄像肯定显得嫩一些 嗯 那个那个几个月啊 一岁呢 摄像呢 当然是很焦嫩的 和那个豆腐一样的很嫩 那老年人的摄像肯定要显得老一些 体质 胖子 人胖 摄像他也会显得胖大一些 人瘦的人 摄像也会显得瘦一些 还有一些先天性的 摄像下面我们讲了 摄像肯定下面有一条 蛇膝带 这个摄像运动的时候啊 他有个膝带 有个 有个带子在这里牵着 一个蛇膝带过胆的人 他摄像运动就不灵活啊 有的还有先天性的地头蛇 齿痕蛇等等 可以的 呼吁来月经的时候 可能蛇子也有点变化 气候干操的时候 炎热的时候 蛇子可能涉体干操一些 蛇子红一些等等 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变化情况 我们要注意蛇子 要总的概念上 要注意这样一些问题 下面讲第二节 望蛇子 望蛇子 第一点望蛇的颜蛇 就是望蛇体 而不是看那些蛇胎 我们现在讲课 是把蛇子和蛇胎分开来讲 实际上观察蛇子的时候 蛇子蛇胎一路观察了 一路观察 为了教学 为了使大家掌握 使同学们掌握 我们就分开来 先看蛇体 蛇子 蛇子 讲蛇子要观察他的神蛇形态 四个方面 神 实际上已经讲到了 我们先已经讲了一下 我们以后还会要讲 就是讲蛇体运动灵不灵活 是不是 是不是有光蛇 这就是蛇神的这种表现 那么蛇的颜蛇 考察他的颜蛇 有这样几种蛇像 一个是淡红蛇 淡红蛇 我们讲正常人就是淡红蛇 薄白白胎 简称淡红蛇 薄白胎 这个病人的颜蛇 设置的颜蛇 淡红 但是这个射体看上去比前面看见那一张片子怎么样 要显得老一点 那一张显得很嫩 是不是 那就可能这些年龄有关系 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十多岁呀 一二十岁呀 比较年轻 这个可能说不定是五十岁呀 但是整个颜色还是显得是淡红蛇 淡红蛇 射体显得大小失踪 不大不小 不大不小 应该说这是正常的摄像 淡红蛇 就是讲 设置淡红蕴彻 白里面偷虎 白中偷虎 这么一种摄像 说明什么问题呢 正常人就是淡红蛇 博白胎 所以是可以是正常人 说明气血调和 即使有病也说明病轻 就像旺神 有神的话 是气血旺盛 脏腹功能正常 健康的表现 即使生病也病情比较轻 与后比较好 那么旺摄子也是 正常人应该是淡红色 说他现在显出来是淡红色 是比较好的 结晶正常 没有出现不正常的 从摄子上看 看不出他不正常 摄子上 所以他可以是正常人 即使有病也 从摄子上看比较轻 当然有的生病了以后 摄子没有反映出来 其他地方也不能说 一定就是病轻 哎呦我摄子看你没问题 很轻 不要吃药 那也不能这么说 甚至说摄子上看不出来 有明显的特殊的表现 正常人 正常人 这些话我们就不详细一样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 外感病的清浅接淡 由于他没有省伤气血 内脏有病的时候 他阴阳气血 仍然调和 所以他的病情比较轻 没有阴阳 没有严重的失衡 气血没有严重的亏损 没有严重的余值 明显的气质血余 气血亏须 阴阳失调 阴性阳生 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变 从摄子上看不出这些表现 因此他表现为淡红摄 表现为淡红摄 第二个蛋白色 蛋白色 颜色比红摄的少了 白的多了 红的少了 这就是蛋白色 比正常人的颜色 色色要淡一些 所以我们要 讲到望诊原理的时候 有一句话 叫做 癸斗齐痕 知常达便 你只要知道正常人的 摄子是什么样子 才能知道病人的摄子 是不正常的 是不是白的 我们当医生 你天天看着 那学生来 他可能就没有 从来没有看过摄子 每个人都有摄子 就没有几天 哎呀我把我的舌头 伸出来看一看 什么样子 请你把舌头伸给我看一看 从来就没有看过 到底摄子是红的白的 他自己可能就 没有印象 所以要通过观察 观察了很多人以后 他看到 这正常人就这种颜色 这种摄子 这个病人的摄子 他比正常人的颜色 淡了一些 白了一些 所以是蛋白色 这一观察 或前面那个病人一比较 或前面那个摄子比较 就显得摄子淡 摄子淡 水分还是有精益 水分精益比较多 这个地方甚至有多异样的要积下来了 这个地方 说明这个摄子淡 颜色淡一些 射体并不小吧 射体并不小 但是颜色比正常的人要淡 这是蛋白色 蛋白色 蛋白色还是比较轻的 如果蛋白的很厉害了 就变成枯白色了 枯白色 很白 一点血色几乎都没有的 只看到白的 看不到什么 红色的了 那就是枯白色了 这个摄子就比那个白的更厉害了 枯白色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裂纹呢 或剪刀剪脆的一样的 这个地方甚至好像腿哪一块呀 我们直接从颜色来说 它比前面那个蛋白更白的厉害了 那比正常的淡红色 那就差得远了 这是要比较 癸痘其痕 脂肠达变 你知道正常的是什么样以后 一比较一看 知道这个病人的摄子 偏白了 蛋白 甚至枯白了 为什么会白的 显然是齐血亏虚 齐血亏虚 齐血不皱 齐血不皱 阳虚也可能 阳虚以后啊 齐血不能够帮助血运行 也可能因为阳虚有寒 可以有湿 那摄子可能会蛋白一些 水湿一多一点 可能会蛋白一些 刚才那个病人不是很多的水分吧 有多一都快掉下来了 那么他也可能里面间有点阳虚 主要是齐血 特别是血 因为齐能够运行 血一 血 齐为 血为 这个 血为 血之母 血为 血之炫 齐不能够推动 血运行 功能减退 它也可能现白色 本质上 它是血一少了 就 红色的物质少了 现白色 酷白色就更严重了 夺血 夺气 实验就是比那个血虚更严重 虚的很严重了 这个原理应该很清楚 很容易掌握 由于齐血不足 摄子失掉了 营养 所以它就出现了白色 出现白色 如果蛋白食运 射体旁嫩 白 有很多的水分 射体并且大一些 胖一些 一胖大了就显得嫩一些 我们人 这个胖子 他总是跌头上 这些地方的周纹少一些 是不是 一瘦了以后 他的周纹就多了 显得明显一些了 那么胖子以后 所以他 这个射体还不是很大 但是呢 射体显得旁了一些 是不是 显得胖 是颜色 蛋吧 颜色 但射体 相对来说 你看哪一张口 满了 几乎这个口啊 是满的 但是没有明显的恥恨 没有明显的恥音 所以这个是一种 多半是阳气不周 有水势内停地的表现 阳气不周 有水势内停地表现 这是病情严重的时候 气血严重消耗 可以出现酷白色 第三个 红色 前面应该正常人是淡红色 如果比红的少了 就出现淡白色了 严重的是苍白 是凸白色了 白多了 红少了 现在这种是比淡红色 比正常色要红一些了 那就叫做红色 或者叫磁色 颜色红 一比较就看得出来 这个色的颜色要红了 红一些 这是红色 磁色颜色 也叫做色磁 也叫做红色 这是正常的 比正常的颜色要红一些 这个红可以是整个舌体偏红 也可能是设定某一部分 特别明显 色尖啊 色边 某一部分特别明显 当然如果是某一部分明显的话 那当然就是某一部分的这些头绪 可以 我们讲面红 有几种情况啊 面红常见的 满面通红 食热症 两团潮红 受于阴虚症 阴虚火旺 还曾经讲过一个戴阳 防红磁状 那么舌子上面 主要反映 食热或阴虚 食热或阴虚 舌子上就不好看 哎呀你这个色子红啊 是防红余装啊 一般就看不出来 主要反映食热或阴虚 判断是食热或阴虚的时候 要举一结合他涉体的大小 脑嫩来相片 你怎么知道是食热还是阴虚啊 都是红 如果舌体 并不小 红肿 不一定肿下来 舌子并不小的话 那可能是食热 舌子又红 很小 那是阴一不足吧 阴虚火旺 阴虚火旺 所以要结合他的脑嫩和旁兽来看 机理 那我们也不详细讲啊 不详细讲 这里面昏内可以昏成好几种情况 一种是舌鲜红的 是食热症 颜色很红 红得厉害 中间还有个链纹 是不是 鲜红 在前面的症状语头也比较明显 舌尖有些红点 是吧 这是 食热症 食热症 如果是只有食热尖红 食热尖这个地方红得明显 当然这个可能也和生鱼的姿态 有关系 他这个食热身的太尖了 没有扁平 食热尖这个地方红点特别明显 其他的地方红点就不太明显 所以食热尖特别红的话 一般其实是心火旺盛吧 是不是 食热尖红 我们食热红五脏的时候 可能其实是心火旺盛 如果食热红很明显 那是肝火旺盛 肝热症 食热红 胎少 甚至有脸纹 食体小 那就属于阴虚了 你看 食热很少吧 有一点稀小的 脸纹 食热上面基本上没什么胎 颜色也不是那么鲜红的很厉害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阴虚 阴虚 实际上这个病人严格说恐怕也不一定是阴虚 因为他什么东西 他并不显得很干燥 并不显得很干燥 但这个肯定不是一个食 不是个食热症 不是那么典型的食热症 或前面那个食热症 就不一样 不是食热症 好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